哪里像呢 你怎么了 没事 回家等会儿吃这个 哎呀 你这个还弄了个这个 好 躺了 躺了 再给我弄那两样 把冰箱都移了 移了 幸福 三大早的饭馆也难不住好吃货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文革餐店 老是有福山后这边的小伙伴 让你文革到福山后这边找几个好吃的 然后今天文革带你们去吃一个 文革经常吃的小吃 我要一个扫子面 要一个普通的肉夹馍 还是那两样 哎呦 肉夹馍涨钱了是吧 涨了一点 对 它这个咸菜是免费的 很好吃 还要做咸菜 但是不要浪费 我到他家只吃这个普通的肉夹馍和齐山 齐山扫子面 因为我感觉他家这个扫子面跟别的家完全完全的没有可比性 他家的就是最特别的 最适合我口味的那种 面条它可能是鸡打的 但是就他调了这个 这个卤这个汤汁 刀削面是什么那种 然后里面的是一个一个的炒的小肉块 蒜菜 胡萝卜丁 有点小豆芽 他们那种陕西面馆 我进去就点这个扫子面 但是我就觉得没有比他家这个扫子面好像是更得劲的 他生气很好 尤其是中午 然后也有外卖 他家把醉 醉那个就是这个小咸菜 海藻小咸菜是免费的 可是你用它个什么醋 你这个醋叫什么醋 是特别进来的吗 这个醋吧 也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真不一样这个醋 然后泡上它这个免费小咸菜吧 我每次能吃两点 厉害吧 我说这个面条很苦恼的就是用快了 他这个马子吧 你搅和开这个面条之后吧 每次我都是最后 没办法 为了把这个马子都吃干净 把汤里都喝了 筷子叨不起来 这就是他这个绘皮肉夹馍 原来7块钱一个 现在因为猪肉涨钱了 现在刚刚涨成8块了 理解理解 里面是普通肉的 我这叫普通肉的 还有肥的 它还有精肉的 你看老师是个厨师 一开始加萌了 然后自己把这些东西很聪明 又改良了 这个灶子面就是给改良之后的这个味道 谢谢啊 你们那个灶子面还有那个肉夹馍 非常好吃 谢谢 一绝 好 谢谢啊 再见 灶子面 齐山灶子面配它那个肉夹馍 确实是一绝 然后它那个醋 都说是自己家是特制了什么东西 它家这个醋呢 也是那种 你一下就能尝出来 确实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也不太太